而昨天被火车擦撞造成一死一伤的嘉义县西口镇两位小兄弟 现在他们死伤的消息传到学校之后 学校同学都相当的震惊与不舍 纷纷折了纸鹤要帮他们祈求祝福 而学校表示两兄弟的家境其实本来就不好 父亲原本经营汽车修护厂 车过之后已经都没有谋生能力了 而现在又发生了事故 让家庭的经济雪上加霜 火车撞上两兄弟的消息让母亲哀痛欲绝 消息传来学校同学们相当难过 在教室里见不到学生原本应该青春快乐的笑容 而是个个低落的在折着指贺 希望把祝福送给远方的同学 发生这个事情情绪会比较不稳定 那我们早上已经集合全校的学生 做一次心理的辅导 更难过的是两兄弟的家境并不是很好 父亲先前经营汽车修复 一场车祸造成行动不变 已经失去谋生能力 这张图画就是刘忠心印象里的我的父亲 这张是忠心他之前在学校画的一个作品 那因为他爸爸是之前 在之前是修理这个汽车的工作 就藉由这一幅画表达出他对他爸爸的爱 父亲行动不变 全家的经济只能靠母亲打零工为生 现在又碰到撞火车的事故 经济上雪上加霜 他已经几乎是残障 都还在波动之中 所以家庭的生活经济相当的困难 辛苦的家庭历经这次意外 已经摇摇欲坠 学校不忍心的出面 呼吁各界要伸出援手 中天新闻后国文嘉义报导